字幕by索兰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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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包妮 今天呢是我們的餅乾第二集 又要來做甜點了 阿伯 今天不是做給你吃的 不過呢 一樣可以給你看一下 媽媽做得有多成功 媽媽之後吃的會越做越好 你有好吃的可以吃的 在未來 我們今天呢 包妮跟你姐要做的餅乾 就是這個 海綿小溪餅 这个就是市面上超好吃的那一种 太好丑 欸 他明明就很可爱好不好 干嘛这样对他 我们今天要做的呢 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呢是蛋黄面糊 第二个是蛋白霜 第三个是表面装饰 最后呢是中间的夹馅 需要的材料有 蛋黄 细砂糖 橄榄油 牛奶 白兰地 低筋面粉 以及柠檬汁 无盐奶油 那家里呢有一些东西已经有了 但有一些还没有 需要去外面采购 我们先来检查一下家里面有什么东西好了 我们上一次做饼干呢 已经有买了低筋面粉嘛 跟细砂糖 还有这他妈的这黑可可粉 今天应该不会用到啦 先拿出来嘛 啊不 不要在这里浓流泥 去客厅做好 蛋的话呢拿一颗就好了 这里有无盐奶油 欸这包可不是我们上一次打 这包是之后买的吼 不要误会 好啦 我们现在家里呢 只剩下这几样东西 那看来 其他东西可能还需要去附近添购一下 把剩下的东西都买齐 糖粉会不会就在这里啊 一般的糖粉就好了 牛奶 我们买一罐小牛奶就可以了 柠檬汁的话 这里应该会卖柠檬吧 59块有一袋柠檬 所以我可以自己挤柠檬汁是不是 哇要怎么挤啊 等一下要叫你姐帮我挤柠檬汁 那就买这个吧 反正白兰蒂以后都可以用这个代替对不对 以后说什么要白兰蒂的东西就用这一罐去做吧 这罐叫做兰蒂酒 569块 我都用的那个是哪个啊 啊这个 纯橄榄油 哇这个也是珊珊湖了耶 好可怕喔 这两罐真的有够贵的啦 东西都买完啦 帮你回家让我打风之国度 不要再打风之国度了 好好做甜点可以吗 不可以 终于我们所有东西呢都已经买齐回到家了 对吗 阿布你有什么意见吗 都还没开始做你就来讨吃了是不是 这样不可以哦 阿布是鱼 不要吃我们的鱼 他今天是我们的主角 不要一直烦他 你有让他闻过柠檬吗 猫咪不能舔柠檬啊 好啦 去旁边躺好躺满 全世界都被你挡住了好不好 你很棒嘛小猫咪 来下去 既然东西都准备好了 我们就来开始我们备料的环节吧 那现在我们的第一步呢 要先把我们的蛋跟蛋黄分开 我来先试试看哈 感觉应该是蛮简单的啦 你打下去之后 让一半的蛋黄在这一半 然后你就这样倒一倒去 它就会流下去 那我来试试看嘛 刚刚要解释的不清不楚的 所以你这个蛋是ok的吗 可以啦 再倒回来这里 就说这样倒一倒去啊 那我不清楚 这样可以了吧 你不用一直倒 等一下蛋黄都破了 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蛋黄 它现在样子就是它等一下变成的样子 只是提早加速了而已 好啦蛋已经都好了 接下来是细砂糖5克 有啦 刚刚好5克 也太少了吧 这么一点点砂糖就可以了吗 橄榄油10克 那我们等下直接倒进去就好啦 白蓝地跟低筋面粉 低筋面粉20克 我们第一个蛋黄面糊的步骤呢 最后还要再量一个牛奶10cc 拜托牛奶不要超过 不然很难收回 我就直接把你喝掉 慢慢倒 不要倒太快 刚好10cc 那我们现在先收拾一下这边 然后准备把它们和在一起吧 开始 将蛋黄加细砂糖 确定吗 这么小一坨 它怎么可以打出那么多东西 我不相信 然后再加橄榄油 橄榄油几克 10g 橄榄油我们直接限量限加 我们先把橄榄油拌好 再进行下一步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你确定分量是对的吗 对啦 那等一下来要是这样啊 它的碗比较小啊 好啦 你们很近 你每次 脚脖子 欲罢不能 你要没说停 我就继续搅啊 然后过筛面粉跟牛奶 加进去 快速过筛 上一次用那个 大大的那个筛真的是错了 这个一下就过筛好了 来吧 要分两次加吗 这怎么少还要分两次哦 哦 我感受到威力了 嗯 好像 差不多了耶 可以加入白蓝地的感觉了 哇 它酒味超重的耶 怎么那么多酒啊 写这个食谱的一定是个酒鬼 停 等一下 错了是不是 重做 盘上面写 不要搅拌过酒 你不要吓我 我们才刚加进去 就是要搅拌 吓死我了 你一直搅很久啊 不会啦 正常啦 接下来要打蛋白霜 搅拌器呢 我们上一次没有介绍到 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登登 为了我们饼干系列 帮你连搅拌器都买了 这种东西无限的话 应该蛮方便的 先把它上面的配件插好 再插电 它说插进去呢 有一个卡榫 兑好之后就不会跑掉了 好啦那直接来啰 好啦差不多了 那我们接下来是把两个混合在一起是不是 它就不能全部一起做吗 找到我这好怕失败 我这辈子没有做过小糕点 突然第一次要做小糕点 感觉比饼干又高一个层次 由下往上 好像有这么一点感觉耶 这样可以了吗 你不觉得我们的很稠吗 你一定来少什么 我没有少什么 它还要再加入柠檬汁跟砂糖 你这个小助手到底怎么当的 我真的不懂耶 柠檬汁四分之一T 然后再来细上它15克 一匙下去 砂糖跟我们的柠檬也加进去了 接下来就是无限搅拌啦 我觉得这样子 等一下我们只要挤出来 它是直接散开 它不会立在一颗那里哦 我觉得我们中间好像 发生了一点问题 我决定解决它 我要先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你先确定一下 每个步骤我们有没有少了什么 方妮刚刚跟花儿呢 又加入了一点蛋白霜进来 那这个状态呢 应该才是我们要的那种状态 可以立起来的 应该是算是救回来了啦 终于来到最后一步啦 我们要把它装进去 装进去之后我们还有内线要做啦 还没那么快 这个我可以吼 我可以自己来 我可是前85度C员工 刚刚到苹果底 诶 一边装一边流 是在干什么啦 好啦我知道怎么做 刚刚的苦难 终于已经结束了 终于要进度把它变成上下饼皮的部分了 不过我害怕的是 因为它很散 我不知道它站不站得起来 等一下说不定会一滩水躺在那边也有可能 这样最好是嘛 我觉得不行耶 我觉得可能烤出来会很好笑而已 我觉得有几个可能可以哦 顶多上一下饼皮很扁很好笑而已啦 我们烤箱呢已经预热好了 170度虽然不太确定 烤个15分钟好了 好啦等15分钟后我再回来看你 看看你会有什么变化 趁着现在呢正在烤蛋糕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来先做内馅 我们先开小一点哦 我怕它整个洒出来 加入我们的粉 我们的饼干烤好了 可是它不应该是长这样的 我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 好啦要来面对我们的饼干啰 这是一般的饼干的样子呀 不要灰心 我觉得我们下去会做得更好的 我们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 想办法把它拿起来是重点好不好 它为什么可以这样实实的黏在上面啊 我们刚好在上面抹一点油啊 我想 我想很用力的把它用起来看看 对不起 好像真的只能这样拿起来了 快点拿去给雪兔斯 我们那边全部拿起来再说好不好 好啦结束了 先抹那些我们先做出一个实体 我们再来评分一下到底怎么样 抹上内馅 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做出来的成品 这是它原本的样子 来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今天做的 我觉得我们把唯一做成功的一个 先留给雪兔好了 我觉得还行啦 就是样子丑了一点 失败了一点 烤盘毁了没有关系 再洗就好了 我试试看看哦 嗯 我觉得吃起来有那个感觉 我真的就是胡销的 真的 吃起来真的跟我们应该买的一样 只是样子吃得超丑 就是更饼干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内馅好吃 好嘞 差不多啊 我们要去给雪兔吃咯 我们看一下这次雪兔会有什么反应吧 雪兔 我们做好了 我们又要来拿来给你试吃咯 好哦 这次是我们做的 你有吃过外面那个长得像马卡龙的那个吗 你先看一下它的沿途长什么样子 太多了吧 吃三小 我们尽力了 吃三小 你要不要先吃吃看这个评价 吃起来的这次有点像 我知道你吃过那个 这次味道 感觉有那么一丁点很难像的 这是一个很妙的定位 它既不是饼干又不是蛋糕 这叫饼糕 你要我用什么样子的评分给你 邦尼烘焙失败的标准 好好好 65分 至少你给我跟那个图片一模一样吧 空有外观也好 你看连猫都在那边讲说吃那什么鬼东西 别走 邦尼也跟鸦娥讨论一下 检讨一下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先不说 我们没有放烘焙纸 所以这是一大缺失 再来另外我们失败的点呢是这边 它这边不是要打蛋白霜吗 它是要打的跟那种 奶油固体有一点像 可是 我跟他 太早拿起来了 只能下一次再努力了 说不定下一次邦尼会请一个会做糕点的人来 教邦尼怎么做 也说不定 好啦 那邦尼今天的影片呢 就他做的先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邦尼的影片呢 请记住邦尼的频道 感谢邦尼的动态 那也感谢妮杰这一次的参与啦 虽然他今天真的超ㄎㄧㄤ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